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说一部 花家老人外孙女惨死 苦苦追凶八年 以眼欢眼 以牙欢牙的爆爽轩衣电影 追凶八年 老约翰每天都会造访警局 一坐就是一整天 日复一日 八年如意 他的外孙女在八年前被绑架 出逃时不慎 跌下山崖 被压下急速赶往救援的警车 直接撞死 外孙女死在了老约翰眼前 可警方如此无能 八年过去 凶手却依旧逍遥法外 而警方给出的回应永远都是 等着吧 有消息会通知你的 八年实在是太久了 这件事似乎已经被所有人淡忘 当年意外撞死他外孙女的警察 被愧疚折磨 辞去职务 自我封闭 在教堂当了一名神父 而约翰已经老得不成样子 他总能忘记很多事情 但每天夜里 他都会一遍又一遍的听着 当年绑匪索要赎金时的电话录音 黄天不负有心人 这天 老约翰买菜时 看到一个女孩 带着他外孙女被绑架那天戴的帽子 老约翰赶忙上前询问 却发现女孩是个聋哑人 于是 老约翰跟着女孩来到了福利院 试图问出帽子的来源 但院长忙得很 根本没工夫搭理他 无奈之下 老约翰只好提出捐款 就才换到一点消息 原来 这帽子是伊斯兰教会捐赠的 有了些眉目 老约翰联邦去找神父帮忙调查 因为神父曾发过毒誓 说一定会追出生手 将其绳之一罚 神父得知消息后 毫不犹豫坐上了老约翰的摩托车 两人找到伊斯兰教会 教徒表示 他们今年在扩充墓地时 挖到了一个箱子 那个帽子就是在箱子里发现的 他们将帽子 还有里面一些还能用的东西一起收拾起来 捐赠给了福利院 但箱子里具体还有些其他什么东西 他就记不太清楚了 于是两人通过教徒的指引 赶往箱子出土的地方 一番宣问后却得知 这块土地曾经的主人 在25年前就移居到了美国 只在去年回来了一次 将这块地捐给了教会 8年来唯一的线索就此断了 无法想象 这带给老约翰的是怎样的打击 本以为是上天垂帘 却没想到只是上天开了个玩笑 可就在此时 城市中另一期绑架案正在悄然酝酿 这个叫托马斯的老人正在陪外孙玩耍 就只是上楼接了个电话的功夫 校外孙就凭空消失 下一秒 绑匪的勒索电话就打了进来 警方接到救助后 从马赶到现场开始调查 托马斯的女儿 也就是被绑架男孩的母亲 托妞妞 在现场气一步声声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会被选中 警方定位了绑匪打过来的号码 发现只是一个预付费账户 无法查到注册人信息 女警对绑架案没什么经验 于是去请神父出山 提绑架案 无疑是在扎神父的心窝子 神父一口拒绝 可当女警表示 他怀疑这案子 与8年前的约翰外孙女绑架案有关时 神父还是动摇了 神父来到现场时 突妞妞却突然晕倒 原来 他8年前曾做过心脏病手术 现在因为儿子失踪 受到的刺激过大 才当场晕厥 而他的丈夫还在部队 要今天晚上才能回来 警方包括神父 都在焦急地等待绑匪的下一个电话 绑匪的电话终于打过来 女警假装突妞妞接电话 电话那头表示 让托马斯准备200万输人 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200万 又是200万 难道 真的是8年前的绑匪 冲出江湖了吗 另一边 手机铃声在托马斯身边响起 托马斯发现了 藏在秋仙底下的手机 联盟接通电话 下一秒 电话那头就传来 外孙的呼救声 托马斯焦急地 刚要说些什么 电话就挂断了 等警方响起来 去通知托马斯时 已经找不到人了 于是 警方先追踪到了 绑匪拨出电话的公共电话亭 发现了落在旁边的烟蒂 神父有些疑虑 绑匪打来的勒索电话中 有交通背景音 但那个电话亭附近 并没有交通路线 但女警表示 运营商确认了 电话就出自那个电话亭 剩下的等燕蒂检测结果出来就行 燕蒂的测验结果还没出来 绑匪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绑匪说 你想看他活着的证据是吧 三分钟内会有辆垃圾车经过你家 这下 神父确信就是八年前的绑匪 重出江湖 因为八年前 绑匪就是用同样的手法 递来约翰外孙女还活着的证据 约翰在垃圾车上 找到了外孙女的书包 绑匪又打电话来 让约翰将钱放到火车站指定的柱子旁 当时 神父加派了人手包围火车站 只要帮匪现身拿钱 他就插势南非 可当约翰将钱放下时 火车上涌下来一大批军人 且人人都背着一个包裹 而柱子旁的钱袋 也在不知不觉间被人调包 这两百万是警局的钱 且每一张钱的序列号都被记载下来 但只要帮匪不花那些钱 警方就永远无法追查到他 局长为此泊然大怒 将神父捅斥了一顿 最后 神父发现留在约翰家的警察 全部被调了回来 要去城里搜查 神父急了 急忙赶往约翰家里 但已经太迟了 就在不久前 绑匪的电话再次打到了约翰这里 绑匪早就洞察了警局的陷阱 他要求约翰 另外准备两百万去输人 约翰没办法 只好拿出打算给女婿购买地产的两百万 听从绑匪指示 一路开车出了城 并将车停在路边 用黑色塑料袋套住了自己的头 与此同时 神父正驱车急速赶来 就在要与约翰擦肩而过时 一个女孩从天而降 正被神父当场撞死 回忆结束后 神父和女警又接到电话 果然是和八年前同样的指令 去火车站送钱 警局的人在火车站周密部署 并在前带中安装了追踪器 兔妞妞拿着前带放到了指定的柱子旁 很快火车到站 又是成群结队的军人涌下火车 紧接着 前带上的追踪器开始移动起来 一个神秘身影悄然隐身在火车之下 取出了前带中的追踪器放在铁轨上 追踪器被火车碾碎时 女警和神父刚好通过追踪器追到附近 这时 一个可疑身影上了火车 两人赶紧追上去 却又发现他下车跑了 那人逼无可避 试图将前带抛到墙的另一边 女警和神父赶到直接将其扑倒靠住 可看到绑匪的脸时 两人却栖息呆住 居然是托马斯 托马斯被带回警局后 无论女警问多少遍 托马斯都举不认罪 托马斯回忆道 他根据绑匪的指示 将车刻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巷子 在一个废弃仓库 听到了外孙的呼救声 他跑进仓库 却只看到一个面目惊悚的人偶 呼救声只是来自一个录音机 记得他直接将录音机砸了个粉碎 但下一秒他就被锁在了仓库里 物质过了多久 他发现仓库门自己开了 走出去就看到了绑匪留下字条 换上制服 30分钟内赶到GPS所在 用车厢里的包裹 将GPS定位的包裹换掉 等等一系列要求 说完这些 托马斯抽起了烟 跟电话厅边的烟地是一个牌子 所有他的供词 女警一个字都不信 正好托马斯的女婿从部队赶了回来 警方从他口中了解到 托马斯是近期才搬过来这边住的 在之前他还有一个房子 女警和神父迅速干亡 发现当年绑匪传递回来的 约翰·卫索尼的照片中的背景 正是出自眼前的这一面墙 证据确凿 容不得托马斯再狡辩了 但神父却觉得 案子仍旧有一点 比如 为什么电话亭没留下指纹 却又留下了指向托马斯的一节烟底 为什么 当女警冒充偷娘娘接电话时 托马斯这个绑匪毫无察觉 为什么托马斯被捕 而他的外孙却还没被找到 但女警又拿出了有力证据 绑匪声音的比对结果出来了 就是托马斯本人的声音没错 神父还是不信邪 他独自来到托马斯说的仓库 一番搜寻后 找到一张光碟 带回去放大声音后 听到里面还有一句轻微的 快 看爷爷救命 紧接着才是男孩的呼救声 接着神父又将这次的绑匪通话录音 和八年前的绑匪通话录音做对比 竟然发现 除了说话的声音一样以外 两段音频的声波形状 说话语气 自立行间的停顿 尽都完全一致 问题是 时隔八年 哪怕是同一个人犯案 也不可能做到两段通话完全一致 除非 这一次通话是用的录音 这就是为什么 这位没有交通路线的电话亭 打雷的电话里 却有交通声的原因 如果托马斯不是凶手 那真凶事 电话比对结果告诉神父 光盘中出现的那个提醒男孩 喊救命的声音 居然是老约翰的声音 时间倒流到几个月前 原来 老约翰在第一个线索断了后 不愿意放弃希望 每天都造访教会 就希望那教徒能回忆起来一点什么 热心的教徒并不嫌烦 但也确实什么都没想起来 有一天 约翰又一次造访教会 无功而返时 发现自己的摩托车出了点毛病 于是只好回头 去找教徒 借维修工具 教徒拿给他一个工具箱 之后才后知后觉想起来 工具箱中的那只笔 也是当年那箱子里发现的东西 于是 这只笔又成了老约翰 全部的希望 他发现 这只笔的笔头 有个鸟形文章 印出来的图案分外熟悉 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在哪见过 直到他老伴看到文章印出的图案 一眼认出 这正是当年老约翰 为女婿预约购地时 那些文件上的徽标 老约翰立马起身去翻找文件 是怎么都找不到 无奈之下 老约翰只好找地产商去问 这才知道 这个鸟形图案正是地产局的徽标 老约翰匆忙前往地产局咨询 工作人员认出这只笔 说这笔是八九年前 举例发放给员工的礼物 当时的员工足足有两千好人 老约翰想要当时的员工名单 就被工作人员直接推到了 刑警部门排队 但刑警部门表示 既然是为了调查八年前的绑架案 那只有警局官方介入 他们才能交出名单 而老约翰早就对警局失望透顶 指望警方介入还不如靠自己 于是 老约翰将陪伴了自己多年的摩托车 抵押给了一个地产局的保安 保安有个地产局管理层的舅舅 很快就把名单带了出来 拿到名单后 老约翰告别了自己的老朋友 拖着疲惫的身躯踏上归城 回到家 他却片刻都不休息 拿起名单开始逐一排查 老约翰发现 八年前他替女婿预约购地 有几个工作人员从地产局辞职 几天后 他的外孙女就被绑架了 老约翰拿着自己列出来的嫌疑人名单 整日在外奔波 穿梭在大街小巷四处探查 将列表上的人一个个划掉 其中有个离职员工得知前一后果后 告诉老约翰 八年前有个叫库马尔的人 因为欺诈钱财被地产局辞退了 烟幕降临时 老约翰摸到了库马尔的住所 他透过窗子的缝隙 看到房间的墙上 挂满了一张张军人的照片 随后他又看到了一张盖着蓬布的车 扯下蓬布一看 正是当年绑架他外孙女的车 证据确凿 库马尔回家时 老约翰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库马尔被吓到 警方推开老约翰就多命狂奔 老约翰追了一段 但他实在是太老了 根本跑不动 他灵机一动 拉下了电闸 于是整片区域陷入黑暗 老约翰抄起一块木板 雷如机会一把将其扑倒 库马尔被逮住后 老实招供 他八年前那段时间 因为酒驾一直待在狱中 他刚刚之所以逃跑 是因为他以为 老约翰是黑帮派来找他催债的 老约翰突然想起 库马尔房中的军人照片 就问他 八年前地产局是否有员工 是退役军人 并拿出嫌疑人名单 让他指认 一个叫托马斯的人 暴露于老约翰视野 他趁托马斯家中误人 偷偷摸了进去 翻找抽屉找到了一本相册 相册中 托马斯的女儿曾心脏病住院 他又看到一些病例 以及医院的收费账单 日期是八年前 医药费171万 随后又在屋中的箱子里 发现了一张军人合照 屋子一角的环境 与当初绑匪寄来的照片中 女儿身后的背景完全一致 此时窗户上印出一道黑影 是托马斯回来了 老约翰抓起桌上的刀子 随时准备给眼前的仇人致命一击 但紧接着黑影消失 老约翰透过窗户看到 托马斯跟他的女儿和孙子 相处得极为融洽 老约翰心中天人交战 终于还是放下了手中的刀子 鲜血挽回不了他外孙女的生命 他要的无非是一个公道而已 于是 老约翰设计关于了 当年案情的全部经过 就是为了让托马斯复发 神府得知真相后 找到老约翰 发现他正在跟托马斯的外孙踢球 老约翰并未想着狡辩 只踢出想见托马斯一面 两个素敌第一次面对面交锋 托马斯表示 当时他的女儿正急需一笔救命钱 他本也没想过要杀害那女孩 是那女孩刺伤大后逃跑时 不慎跌下悬崖 老约翰不予与他多说 只告诉他 现在你外孙还在我手上 该怎么做 你自己心里有数 于是 老约翰走后 托马斯认下了所有罪行 八年前的 还有现在的 神府中秋什么都没说 认老约翰用自己的方式